今天我们要来开一个航仔设计的桌游 也是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上海SHMVLOG的话 就会知道 这个其实是当时航仔送给我们的 今天就来开一开 可以看到这个设计室里面还有我们频道的好友 空空 之前我们在第一届胜者为王的比赛上 就是由空空给我们当裁判 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周游玩家 那么我们就来开开看 航仔设计的游戏 妖怪国度规则说明书 总共就是一个小的三开印 看起来这个规则呢 就是相当的简单 甚至这个规则编辑 新帽老师都下场了 美术设计王彼得 这确实是一个名人堂设计了 我们来看看 前面的配件 有一代 像花砖一样的配件 叫六十个影响力标记 马上就有一种麻将的感觉 有一根铅笔 有一个应该是积分板 有一个小小的塑料地座 那么一摞牌 以及一块摁板 这个摁板 摁出来 有一个 僵尸 毕竟是妖怪国度嘛 然后有四个颜色的板件 应该是四个玩家的颜色标记 居然是三到五人 三到五人的话 那就证明这个不是玩家颜色 而是跟这个属性搭配吧 应该是四种属性 红黄蓝绿的标记 可以看到确实标记也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重中之重卡牌 因为它的配件 感觉确实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那么肯定是一个卡牌游戏 这个 这个卡牌的 美术选择有点有趣了 就是感觉它这个面 就你乍一看觉得好像很灰暗啊 就感觉好像掉了颜色一样 这是传众的作旧嘛 我们来先看这个卡牌 它应该是想做出那种 画轴里面的那种 画的感觉 所以就有种淡淡的那种 掉色的感觉 毕竟是这个 妖怪国度嘛 这个妖怪没有个 几千年的这个妖灵 可能都上不了这个台面 所以这都是一些成年老画像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套牌 那么这一个 绑仔设计的卡牌游戏呢 我们就开完了 妖怪国度 我们会去试玩 然后我们会在 桌游行不行里面去聊 行不行里见 拜